大家好,我是不懂作战只说电影的唐此令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超级炫酷的科幻电影《环太平洋》 影片一开场就看到巨大的怪兽袭击人类城市 数座城市瞬间被毁 就在人类一面倒时 制造出来的机甲猎人让人类反败为胜 通俗来讲就是超人大战怪兽了 但这个超人跟奥特曼是不一样的 超人必须有两个心智共感强烈的人 进行神经连接才能驾驶他 而我们的男主角罗利 跟他的兄弟是一个小队 两人接到任务去驱逐一只三级怪兽 就在两人认为怪兽被打倒了 怪兽突然来个袭击 弟弟不幸牺牲 罗利一个人打倒怪兽回到陆地 因为超人的性能跟不上怪兽的进化 被国家领导人停止机甲猎人的计划 将重心放在制造海岸防护墙上 失去弟弟的罗利沦落到当修墙工人 然而面对怪兽的攻击 防护墙如同泡沫般倒塌 暗地里指挥官胡子格偷偷执行一个计划 炸毁虫洞 胡子格找到罗利 说服他回基地吗 俗话说世界大了 什么样的人都有 罗利来到香港基地 就被一个美女给盯上了 美女非常不满罗利的战斗方式 在罗利测试协调性时 死死盯着罗利 罗利接受挑衅 跟美女来了一次鄙视 鄙视过后 罗利才发现 这美女才是她的真命搭档 于是缠着美女来做自己的搭档 但在进行心智共感的时候 美女陷进痛苦的回忆出不来 面对记忆中怪兽的攻击 美女害怕的不敢动 在现实中无意识的启动 武器对准基地中心 千军一发之际 总电源被关闭 超人失去电力 武器系统被关闭 说到这里 唐司令就要吐槽一番了 这么重要的 关乎全人类全世界的超人 竟然就靠电力启动 万一停电了 那不就都结束了 天哪 有没有靠谱一点的方法 因为差点回到击毙 本就不满罗利的路人甲帅哥 重重地羞辱了她 随即被护化使者罗利 给狠狠地揍了 路人甲帅哥 恨意满满地盯着罗利 美女也因为失职而被停职 画面转到另一边 研究怪兽的博士 自称牛顿博士的她 对指挥官胡子哥 说着异想天开的事情 那就是人类和怪兽 进行心智共感 这种事情立刻被否定 怪兽的神经远超人类 大脑承受能力 根本不可能成功 被否定的牛顿愤愤不明 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 独自一人连接怪兽的大脑 最终成功了 但通过怪兽的记忆 牛顿了解到 怪兽是有组织的攻击地球的 但要知道更多信息 必须找到新的怪兽大脑 进行连接 经指挥官介绍 牛顿来到贫民区 找到黑市商人刀哥 之所以叫他刀哥 那是因为他时时刻刻 玩着手上的小刀 刀哥拒绝贩卖大脑给牛顿 就在那时 两只四级怪兽同时出现 基地立刻派出三队人马 出去阻拦 留下罗莉和美女带机 但进化后的怪兽 能力不是盖的 一口硫酸就腐蚀掉一个超人 然后迅速来到城市中搞破坏 另外一只怪兽动作敏捷 很快打倒一个超人 在路人甲帅哥前来支援时 怪兽一口重击波 干扰超人和基地的电磁 导致电力驱动的超人 因为失去电力而动弹不得 基地同样失去电力 无法操控超人 所以说嘛 突然没了电的话 不就死笑笑了 这个设定太垃圾了 但就是要这样的设定呀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男女主角就登场了 跟其他超人不同的是 男主角使用的超人是合动的 所以说嘛 就是主的梗 就是来得这么硬 就在路人甲帅哥小组 要跟怪兽搏斗时 罗莉及时赶来 经过一番激斗后 如拍砖头般拍死怪兽 又给倒地不起的怪兽 补上几枪才放心离开 画面转向早就进入城市的怪兽 牛顿随大众来到所谓的避难所 但怪兽在避难所头上 所有人无所可逃 但奇怪的是 怪兽伸出了舌头 探了探牛顿的气息后便离开 随后赶来的罗莉和怪兽 展开激烈的激斗 但斗作敏捷的怪兽更占上风 令人绝望的是 怪兽竟然展开了双翼 抓住仇人往高空飞去 眼看着罗莉和美女 就要因缺氧而死 两人最后一击 终于将怪兽杀死 平安落地 画面来到被打倒的怪兽 黑市商人刀割 派来人切割怪兽 一小队进入怪兽体内 想要切割大脑 却发现有心跳声 牛顿判定 这是怀孕的症状 很快 小怪兽就冲出来 追着牛顿跑 因为小怪兽被期待困住 牛顿逃过一劫 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刀割 趾高气昂的 对小怪兽指指点点 本以为死透透的小怪兽 突然张大嘴巴吃掉刀割 最后倒地不起 有了新的大脑 牛顿直接在现场 和怪兽进行心直共感 了解到炸毁 虫洞计划的致命性弱点 赶紧回到基地 但在此之前 路人甲 帅哥小队和罗莉小队 已经赶到虫洞 幸好他们还没有跳进虫洞 原来虫洞会排斥一击 他只对怪兽开门 只有利用怪兽当踏脚石 才能进入虫洞 最终罗莉小队顺利进入虫洞 但因为系统受损严重 氧气值低下 罗莉选择将生存的希望 留给美女 自己一个人驾驶超人 达到虫洞 使用手动操作 启动超人自爆 而作为好莱坞大片的男主角 当然不会死去的了 在最后几秒的紧急关头 逃出升天 成功炸毁虫洞 好了 故事里在这里就结束了 这一部在视觉和听觉上 给了观众极致享受的科幻电影 也勾起了众多男孩子 童年的超人梦想 今天我在微博上派发福利 微博关注唐司令说定 并参与互动 每周都能领取我送出的福利哦